台东光光起飞,成为国内旅游天堂。 人潮带动前潮,台东进入前所未有的龙景。 时机造就契机,政府又会贷款更成为企业创新经营的圆梦推手。 环境变好了,市场变大了,但你还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吗? 除了政府凤凰贷款,青年贷款,台东县政府首办繁荣家园贷款专案。 我是县长黄建廷,繁荣家园贷款专案是专为台东人设计的。 申请时间从即日起到总额一亿元的贷款全部贷完为止。 它有三个特色。 一,免担保。 二,前三年超低1%的利率。 三,可以和其他政府的贷款专案并存。 欢迎大家多加利用。 繁荣家园贷款专案三特色里头的五够赞,让您深贷融资免烦恼。 繁荣家园贷款专案,只要你是涉及在台东的县民及公司行号,年龄介于20到65岁,不论是创业、设备更新、提升公司竞争力,通通可以提出申办。 更重要的是,透过信保基金与县府提供信用保证,让生贷人无担保,无压力。 繁荣家园贷款专案也非常贴心。 为了使民众快速了解,并且有效率完成申办作业,我们提供专人教学及申请范例。 带资料审核通过后向银行申请贷款作业,并于14个工作天内即可拨款,快速解决生贷人的资金急需。 而且前三年由县府补贴利息,民众仅需要负担1%的利率,让还款压力减到最小。 另外繁荣家园贷款专案可与目前政府优惠贷款,如清创、凤凰贷款并存,让企业资金运用更灵活。 提升竞争力,一起为台东打拼,共创繁荣家园。 台东县政府不仅要翻转台东,也翻转你我生活。 繁荣家园贷款专案不够赞,敬乎来收听,老家好经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